晕车别再傻傻吃晕车药,司机大哥教你一招,让你从此告别晕车呕吐。 观看数,2777人晕车别再傻傻吃晕车药,司机大哥教你一招,让你从此告别晕车呕吐。 生活中有狠人都是晕车一族,作为一个爱晕车的人,小编可是受过不少罪,一路上颠簸还要忍着一股南文气油味。 那种晕车的滋味别提有多难受,最后只好每次坐车都吃一颗晕车药来缓解。 后来有次坐车司机大哥叫我别吃药了,教了我几招,从那以后坐车再也没有晕过了,精神还特好。 接下来,小编就把这些小妙招分享给晕车的朋友,不吃药也能解决晕车的状态。 1. 司机大哥说,出门前提前准备一些新鲜的生姜片,头晕的时候拿着纹一纹,辛辣的味道吸进鼻子里,直接通到太阳穴,起到清醒头脑的作用,即从而起到预防晕车的作用。 2. 要是比较严重的,或者什么也没有准备,还可以按摩内关穴,它在腕关节掌内侧,多按这个穴位,可以缓解心计,胸闷,胃痛,呕吐等病症,多按这个地方也可以很好的防止晕车的现象出现哦。 2. 出门坐车前,我们还可以在家先喝一杯温醋水,因为酸性的食物能够缓解胃部不适,而温热的醋水刺激性没有那么大也不会伤胃,能够很好的帮你缓解晕车呕吐的症状。 3. 你也可以用保温杯带一些在手上,在车上觉得有点反胃或是不舒服的时候喝两口压一压,效果很好的,坐车就不会晕了。 3. 坐车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一瓶风油巾,它闻着清凉不说,而且头晕的时候涂在你的太阳穴或是风池穴轻轻按揉两下,精神马上就好了。 3. 喜欢吃橘子的朋友,橘皮可是好东西哦,它也能很好的缓解晕车的症状哦,只需将新鲜的橘子皮含一小块到嘴里,或者放在鼻尖处纹,就能缓解头晕呕吐的情况了。 3.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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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